先寻打 平安健康安全的长大 所以我想今天这一个议题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首先本席要请教 是我们的曾次长 还有我们的局长 曾次长还有张局长 是委员好 次长好 我想今天 这一个议题 前面已经提到了 我们整个托育的问题 其实有包含这个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第一个是经济面的 第二个是制度面的 那在制度面的部分呢 今天其实讨论的是居家托育的部分 之前我们也看到全日托保姆 状况 频频 甚至孩子因此而死亡 让人家非常的痛心 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本席就提出来 其实站在现在儿童局资源有限的情况底下 应该是要采取分流的管理 全日托跟日托 你的管理方式 的确是不一样 全日托就是你该采重兵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这些孩子 24小时就在保姆家 少了家长的看顾 那个监督体系是非常弱的 加上这些保姆是连续性 长期的照顾这个孩子 他自己也没有喘息 所以发生状况的比例也会是高的 所以当时本席就主张 一个是这个辅导的频率 探访的频率要增加 第二个是现行的收拖人数 如果这个保姆连统自己的小孩 他总共可以收拖四个孩子 我有问过其实很优秀的保姆 他说他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他如果很在乎孩子照顾品质的话 他不敢连自己的孩子去照顾到四个小孩 24小时拖 所以关于这个人数的下修 我今天有看到你们的报告 就是你们在三月一号的那个会议之后 你们有提到说 这个部分要下修 这是已经是确定的事情吗 这个是不是局长可以回答 是 我们在三月二十号会针对这个部分 再做一些讨论 那这什么时候要开始实施呢 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就是我们现在的 推移费用补助 那个部分三月二十号会再做一次确定 送行政院之后就实施 第二个就是在登记制度 登记制度就配合 如果我们的法还没修的话 就是明年的十二月一号上路 那在上路的办法里头 就会做全日托人数上的限制 但是这样子还是有空窗期啊 这段时间 如果他还是有收拖人数达到四个 你们怎么办 假设在我们的系统里头 我们大概就是用劝导 劝导吗 是在我们系统里面 我们会用劝导的方式来 那你说送行政院的最快怎么时候 你说六月啊 没有 我们三月二十号讨论 讨论修正版本之后 我们就签布 然后送行政院 看行政院什么时候核定 那个就确定 这个不能内政部自己就决定 因为是主管机关 它是 它是 因为是站在一个管理的角度啊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管理的强度啊 行政单位管理的强度 那个是孩子生命安全的问题 而且是之前已经有发生这样的案件 我觉得是要见急履急 就是说 应该要用更强制性的行政权 去监督这一块 而不是就是让他慢慢跑那个行政流程 这个会后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 是不是可以用 对 本期是希望说这一块其实是 因为已经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悲剧了 不是说过去都没有事情 那有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那个效率其实是要非常掌握住的 好不好 本期要求的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关于保姆托育补助而引发变相涨价的问题 刚刚其实也有委员提到了 那局长你知不知道这个的原因来自于哪里 你这一个的托育补助费用的名称叫什么 保姆托育补助 保姆托育费用补助 是保姆托育费用补助 所以站在保姆的立场 他会不会自然解释成说那个钱是要给我的 所以他当然是往上加码 但是刚刚其实次长你有提到 这个政策的缘由当时是为了鼓励妇女就业 是不是 是 是吗对不对 当时是为了鼓励妇女就业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到现在这个时候该是要好好解释了 刚刚也有委员提到 我们现在整体如果资源不足 你这一个费用的项目还要叫做保姆的托育费用补助吗 而你这样造成的现象是变相的涨价 这样是对的吗 如果我们这整个的费用就完全回归到 这就是育儿津贴 我是补助给家长的 是家长因为多了这个孩子之后 他的负担增加 他负担增加不只是保姆费用的增加 奶粉 尿片 他其他的食衣住行 他其实经费负担都是增加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本席要要求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讨了 你的名称就让人家误解了吗 那当时是为了鼓励妇女就业吗 老实说本席会认为 鼓励妇女就业不是儿童局的责任吗 你是要照顾孩子啊 这件事情如果是要鼓励妇女就业 我们昨天才直选劳委会 妇女的劳三率 这是劳委会该做的事 不是儿童局 所以我希望站在内政部的一个角度 你怎么样去支持家庭 支持父母 应该是要从这个角度 重新去思考 你整个政策的方向 因为现在我看起来 我们的育儿津贴就是一片凌乱 有你自行发放的为就业的 你也有这个保姆的 还有一个叫野乃津贴 那野乃津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也必须重新检讨 因为它造成的乱象 你让那一下阿公阿嬷 他没有意愿要去照顾别人的孩子的 但是他只为了领取你这个补助 他也赶着来上课 结果他排挤了谁 真正他要来参加这些课程 他想要从事专业保姆的人 他却要大家在那边抢名额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乱象 我不晓得当时为什么要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但是就本席的观察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也该回头过来修正了 连同我们的育儿津贴 好好去思考 我们现在到底对于零到二 我们要给他的经济支持 以政府的财力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甚至我也觉得 有没有可能中央跟地方共同来负担 你们可以看到地方 其实发放很多的生育津贴 那都是一次性的 每一个县市的金额都不一样 那是不是这些通通可以整合在一起 我们变成是一个连续性的零到二岁 然后中央或许负担比较大比例 五都可以负担比较多的比例 但是比较贫穷的县市负担比较少的比例 把这一个 如果我们现在财力有限 那我就只切到零到二 在经济面向的支持 我全面给这一些家长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的 好不好 这一些部分 今天本期有提临时提案 就是我希望 内政部可以做一个通盘性的检讨 我知道你们其实很用心 想要给这一些父母更好的照顾 但是如果一些政策的方向 这个当时的出发点跟现在有点变调了 或者是实施下来 大家其实有一些反弹的声音跟力道 我觉得都应该回过头来修正 毕竟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 给家长更好的一个支持跟照顾 那这个部分我希望 其实是可以调整 那今天因为也有来民间团体 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民间团体 那个尔夫联盟的姚主任 可以针对我们现行的这个 整个政府的居家的 居家托育的整个政策 是不是从民间的角度 你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想要建议的地方 很简短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主席王委员 儿们这边想提出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儿们很赞成刚王委员提的 我们认为补助跟管理应该要切割 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这个所谓的登记制的前面的职讯 来了一半都是阿公阿嬷 那他们也表明不愿意带别人的小孩 我们现在开的这些班是为了要 为职业的保姆做准备 不是为阿公阿嬷 所以两块应该分流 我们非常的赞同 这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刚刚 这个陈委员有提到 那个空窗期 这两年 我们认为 登记103年12月上路 是为了资格的部分 就是积极资格 可是消极资格的那几款 应该没有假期 现在就是出了这些所谓的意外事件 包括有精神病患 包含有已经月同致死 可是这个空窗期都还可以继续职业 是不是在委员这里可以帮忙 应该让他此时此刻就 不管他有没有所有的积极资格 就是那三款的资格 全部都要不合职业 这是儿盟的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反对联合收拖 目前儿童局的管理办法 还是有联合收拖这一块 那现在的规定是四个人 那的疑虑是什么 因为以新竹的案子 他是两个人带四个 两岁以下的小孩 那目前在第六次会议 儿童局曾经提出六个人 就是联合收拖两个人可以带六个人 全日拖吗 他没有分全日拖或日拖 这一块的风险很高 那尤其刚刚北市社会局副作也提到 都会地区很难去管理 因为都在住宅内 所以我认为四个以上 这一块都应该回归托役机构的管理 托役中心 不应该在这种家内很难找的 所以人数不得上升 所以我们反对联合收拖 好那以上几点请参佐 谢谢 好谢谢姚主任 所以刚刚其实局长跟市长可能有听到民间团体的一些声音 包括空窗期 我想我跟陈委员的意见是一致的 空窗期我刚刚其实也问到 空窗期的管理 我觉得管理其实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一个部分可能儿童局回去还必须要再演绎 另外一个我要提的是 刚刚有提到我们除了居家的照顾之外 另外一个是机构式的 机构式的 现在我们看到新北市 他这一些公私利协力的这个评价托役中心反应非常好 刚刚已经有这个委员的助理 其实是排两年排不到 孩子也已经过了那个可以进去的期限 我看到你们今年编的预算 一千九百万 你们本来是申请九千三百万对不对 今年一百零二年 你们申请到的经费是多少 你们是不是申请九千三百万然后核定一千九百万 还是是八千万 八千万 今年的费用可以有八千万 那总共预计可以多增加几家的脱婴中心 你们有核算过吗 二十家 二十 我们是潮二十家福岛 因为毕竟的很多费用要县市政府自己带 你们现在中央跟地方比是多少 中央出多少钱 我们每一家脱婴中心是着于补助 补助的像新北 我们每一家脱婴中心我们只补助他两百万 其他费用都是他自己筹的 那有分这个五都跟一般县市不同 一般县市我们的补助费用可能相对会提高一些 但五都绝对都是两百万以内 所以费用是相对是县市要筹比较多的 本席要讲的是说 事实上以新北市为例 他的反应非常良好 那个就是父母展现出他的一些需求跟期待 而且因为那个价差真的非常大 因为这边送来的话一个月其实是六千块 一般找保姆大概要到一万五 那个价差对年轻夫妇来讲 其实经济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异 那只要他的品质好 我觉得就是提供多元的设施 让这个年轻父母其实是有多元的选择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应该要再加把劲 八千万二十所听起来还是很少 杯水车薪 因为一年我们的出生率光去年二十三万了 就是他能能对应到的是多少的人数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在争取过程有困难 我觉得我们未还委员的委员 应该要全力支持 就是说再向上争取 在这个部分应该列为是一个重点工作 市长你是不是可以承诺在这个部分 怎么样去广设更多的评价的脱英中心 然后减轻我们父母的负担 这部分你会再去多做争取吗 跟委员报告有关预算的一个部分 我们除了在公务预算会积极争取之外 我们在公彩回归金也不断的运用 这一笔的一个预算来增加它的一个资源 是 所以今年就是八千万吗 对不对 确定核定的金额就是八千万 八千万那是公务预算 公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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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公务预算呢 有吗 公务预算并没有 并没有 你们现在正在编明年的预算 对不对 审习要求这个部分公务预算也应该要进来 公务预算就是在管理费用上面 那如果新建或者是筹设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放在公彩来办理 好 这个预算只能增加不能再减少 因为年轻父母的需求真的非常大 好不好 谢谢